然後到2013年第18題 現在又有一張紙卡 AB是28 BOYC是21 AC整段是35 我寫高一點 BOYMC是75度 首先A1 叫我們計算BOYCM 就是這個角 要計算的話也不困難 如果看大三角形 你就會看到三條旁邊有齊 所以你用cos√就做到 所以你會有cos angleBOYCM 應該就等於21的square 再加35的square 減28的square over2乘21乘35 你會解決到angleBOYCM 那就是 21的square加35的square 減28的square 除2除21除35 加cos 出來的答案就是53.130度 即是約53.1度 好了 然後就到partA2 partA2要計算CM出來的話 CM就是這一段 OK 這樣的話 你剛剛就計算了一隻角 這樣的話 你看到現在在 這個BOYCM3上面 只有一條邊 兩條邊 再加兩隻角 那你已經很大機會 好像用到side rule 另外就是 其實你可以找到這隻角 因為你會知道 這個紅色邊是對著這隻角 所以你應該會想計這隻角出來 那我們會有angle NBOYC 那就會是180度 減回我們剛剛計算的 53.130度 再減它的75度 那你就會解決到 它應該是 180-answer 再減75 出來的答案是 51.870度 解決到它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side rule 來找回CM 就習慣上把你計算放在左上角 CM除side angle 就這樣打 51.870度 那就等於21除side 75度 那你就會解決到 CM就是 21除side 75 乘side 51.870 那你會解決到 CM就是17.102 就是around這個的17.1CM 這就是partA的答案 接著就到partBoy了 partBoy 它就說 現在把紙卡 就會沿著boyM這樣摺起 OK 它會沿著boyM摺起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boyM那裡 解一下 讓它解掉那些 度數或者長度 就會有變 所以哪些有變呢 A C是有變的 A C是被它解掉的 另外就是整隻 A boyC都有變 整隻有變 但是各自分開就沒有變 因為其實你可以當它是 這樣 這樣解下來的話 你就會看到 其實只有A C是被它解掉的 好了 那它再給了一些東西 就是 原來AMC這隻角是107度 OK 接著 接著 就要我們 partBoy1 去解一下AC 在水平地面之間的距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記下 有哪些的長度 我們是知道的 例如剛剛CM我們是知道的 它是17.102 它沒有變 CM 就是AC整個有變 但是CM和AM分別就沒有變 沒有被它解掉的 所以AM其實我們可以解掉 AM就是35減它 就是17.898 如果AM也能夠計算的話 那你看著這個三角形 那你就可以整個計算了 對不對 所以partBoy1 它要我們計算AC的距離 我們就會有AC的Squared 是等於CM的Squared 再加上AM的Squared 減2乘CM AM 接著就拷散我們的107度 所以我們會解決到AC 就直接在Formula02做 對啦 Formula02 那我們會有CM是17.102 接著AM是17.898 最後就是107 出來的AC是28.139 即是Around這個的28.1cm 就是這樣 那我做完這個partBoy1 接著就到partBoy2 那partBoy2 就說什麼呢 它就說 如果N是Boy1C上的一點 會令到NN是垂直於Boy1C 那馬上畫一畫出來 那我先畫一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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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好像也不需要用 那我先畫一畫 那我先畫一畫 那我們會有N是Boy1C 所以使用NN垂直於Boy1C 就是這樣 OK 那接著呢 如果我們在2D圖 其實應該是這樣 那我先畫一畫 那你畫一畫 N是BC上的一點 令到NN垂直於Boy1C 那所以呢 其實在2D上 那個樣子就是這樣 OK 這一點就是N 然後垂直這樣 那接著呢 那他就問我們什麼呢 他就問我們了 有個人就說 幫我們CM和水平地面的交角 就是AM 問你同不同意 那先畫一畫 我們說呢 如果要找面面的交角 我們用逆向CV來想 如果你要找面面的交角 的時候呢 我們說呢 你要在這個 non-contact line 然後找點點出來 OK 然後垂直拉過去 那所以變相來說 現在就想問你了 究竟如果我連起AN的話 這個位究竟是不是90度呢 OK 那它是否等於90度呢 變相來講 就是在問你 因為它是90度的話 那面面的交角 就真的是它 所以你要想回 那面面的交角 這個位是否真的90度呢 那的話 你要去找這個位 是不是90度的話 比較簡單的做法 是什麼呢 就是你真的算出來 你真的算出來 這樣就最簡單 但是算出來 又不容易算 所以你經常要想回這個問題 那例如 你會看到今天AB 你知不知道 AB是G的 因為AB在2D變3D的過程 是沒有變 這個都是28來的 那然後 剩下還有什麼呢 BOYN你算不算 BOYN就好像可以計到 因為BOYN你會發現 你有很多種方法可以計的 BOYN在這裡 你會看到沒有變 那個的 那個的長度是沒有變的 那所以你就可以想一下 例如 我可以今天 首先不如計到CN出來 計到CN出來 那21-CN就剩下BOYN 那為什麼會計到CN呢 因為我們知道CN是什麼 對不對 那所以 我們第一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 會想去計一計CN出來 所以我們應該會用到 Cosine Cosine Angle MCN MCN 就是 BCN 就是 A1的答案 所以就會是 53.130 到 那就會是 CN 除 CN CN 就是 A2的答案 就是 17.102 那你會解決到 CN就會是這個數 那就算一下 Cosine 53.13 乘 17.102 出來答案 10.261 那所以 我們計到 CN之後 就會計到 BOYN BOYN 就會是 21-CN 就是 21-CN 21-CN 就會是 10.739 10.739 10.739 那我們找到BOYN 找到 ABOY 那你下一步當然想找 AN 下一步當然想找 AN 那你會發現 找AN的話 有些困難 是不是 因為你會看到 AN 那個位置 我很想用Posine 但你留意 AN有個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你找AN 你很自然會想找哪個角呢 你很自然會想找 這個角 對 你很想找MNA 出來的 但是找MNA 你又想回 又好像在這個挖頭路 找MNA 好像先找AN 對不對 所以這條路好像就 暫時離開 看來好像不行 不要緊 這條路不行 那就找另一條路 那你還有什麼路可以選擇呢 例如 你剛剛說的AC 有沒有發現沒有用過 對 對 經常都說你計的東西不會不用 對 AC 我們說是28.139 來的 28.139 那我們計到這個28.139 可以幫我計到什麼出來呢 好像可以幫我計到這條角 是不是 又問一下自己 為什麼會想計這條角 原來 如果你計到這條角的話 OK 如果計到這條角的話 那我呢 好像就可以做什麼 我可不可以用Cyber去找到那個AN 好像不行 好像有點差一點 但是你想想 就是當你計到這條角之後 OK 可以計到這條角之後 那你就可以去想一想 就是 如果這條角 那我們用回這個 因為我們有BoyN 那你就可以計到AN 對不對 如果計到AN的話 那如果計到AN的話 那好像三條邊有齊了 三條邊有齊了的話 那我就可以找到這條角出來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條角 去找AN出來 那如果要透過這條角 我們要找出這條角 又不用AN的話 那你就要看整個Boy ABC OK 那我們就可以記錄 就是cos angle ABC 那就會是 BC的square 再加AB的square 減AC的square over2乘BC 再乘AB 出來Angle ABC 那就會是 好了 那BoyC呢 BoyC呢 就是我們剛剛在part A 那裡好像有計過的 BoyC呢 OK BoyC是21來的題目比 原來是 21的square 再加AB 那AB也是題目比的28 減回AC 就是我們剛剛計的28.139 除2除21除28 握替了它 那原來這條角是68.35度 OK 那當我們計到這條 是68.35度的時候 OK 那我們就可以計算AN出來 我們會有AN的square 是等於 BoyN的square 再加AB的square 減2乘BOYN 再加AB cos 68.35度 那這個可以用formula02來做的 actually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formula02 來input BoyN 就是我們剛剛計的10.739 好 接著呢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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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條是A BoyN 是28 那最後就是68.35 出來答案 這裡呢 是26.035 OK 26.035 那當我們找到AN的時候呢 那我現在就可以找到 ANB 是甚麼呢 Cosine angle ANB 那就會是AN的square 再加BOYN的square 減ABOY的square over2乘AN 再乘BOYN OK 所以我們就會有Angle ANB 那答案就會是 AN的square AN是甚麼呢 AN是26.035 OK 26.035的square 再加 那BOYN呢 BOYN就是我們剛剛計的 10.739 的square 減ABOY 就是28的square 除2 除26.035 再除這個 10.261 是不是 不是不是 10.739 是BOYN OK Accord浪費了它 你看到這個數 很近90是很正路的 因為呢 口評谷就是它會把數 整到很近90 例如是85 5 至9 不像那個 開口中 那樣 那個range 是很近的 但你覺得到89.063 對嗎 那我想問89 那當不當90 好嗎 絕對不要當是90 絕對不要當是90 因為呢 記住記住 你如果因為 誤差而引致的近似值 你那個樣子出來 應該是89.09 才對的 考評谷絕對不會給你 89.063 當作90 絕對不會的 OK 那由於你不等於90 所以我們知道 那個 所以我們那個 require angle 它叫什麼 an 那所以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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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